盘点身败名裂的十位明星现状 第七位因临心如一句话 无辜受牵连 第一位的做法却遭全网唾骂 第十位 吴秀波 有着成熟男人魅力的吴秀波 一直是大家心中最喜爱的新男大叔 儒雅稳重的气质 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粉丝的喜欢 参演《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作品 收获了最佳男主角的称号 事业上顺风顺水的他 婚姻却十分低调 很少看到他妻子孩子露面 但每次吴秀波提起他们 脸上洋溢着自豪与甜蜜的笑容 他无形中在网友心中塑造了好男人的角色 后来一个不知名小演员 爆出自己和吴秀波有着亲密的关系 甚至与此同时 还和其他同族演员不清不楚 一下子吴秀波完美男人的形象迅速崩塌 当时的吴秀波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对待家庭如此不忠 让粉丝感到失望至极 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他人生的污点 难以扭转局面的他悄然退出了娱乐圈 第九位 李小璐 原本李小璐和贾乃亮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却在2017年因为做头发事件 打破了看似安稳的生活 贾乃亮在综艺中与女儿甜心之间的互动 以及对老婆的细心呵护 都让网友对他产生好感 可李小璐却婚内出轨对象 还是丈夫的好兄弟 历史之间 网友纷纷心疼起了贾乃亮 李小璐也正因为这样产生许多负面评价 根本没有电影电视剧和广告再敢用它 他也被迫推出了娱乐圈 两人宣布离婚后 大家都以为李小璐无戏可拍后 生活会变得大不如前 可他并没有经常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和女儿的生活日常 还做起了带货主播 就在他发布的一条视频中 网友细心发现 李小璐和女儿两人的生活 做饭需要三个保姆在旁边伺候 豪宅里的陈设更是奢华至极 第八位 罗志祥 他是大家公认的亚洲舞王 在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与蔡依林之间的互动 更是让粉丝疯狂克CP 之后在内地参与极限挑战等一些综艺节目 拥有搞笑天赋的罗志祥又火了一把 可是频繁出现他私生活混乱的绯闻 虽然有些影响 但并不妨碍歌迷继续喜欢他 之后与他恋爱九年的女友周扬青发文与他分手 声称恋爱期间他曾与多个女生有染 罗志祥成为大家口中的渣男 还讽刺他是时间管理大师 他不仅丢了爱情和名声事业 也随之毁掉 虽然他尝试转战网络平台 也难以掩盖负面影响 第七位周杰 提到周杰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饰演的尔康 明明都是环珠格格的主演 苏佑鹏容颜依旧各种资源不断 甚至还转行当起了导师 可周杰在这部经典著作结束之后 他再也没有能拿出手的作品 而这都源于林心如的一句话 当时这部剧大火许多主演因此名声大振 周杰也不例外 接连出演了少年包青天等电视剧 事业攀升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负面的声音 林心如在参加康熙来了被小S问到拍吻戏的八卦 他坚决地回应自己嘴巴闭得很解 再三追问下 他表示有个演员拍吻戏一直试探 而那个人正是尔康的扮演者周杰 林心如说过之后 瞬间在场人员哄堂大笑 周杰也因此被树立了强吻女演员的形象 对此周杰以为事情很快过去并不屑于解释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样的说法在几年之后 甚至传到了内地 与此同时一些周杰在片场欺负同行的舆论也传了起来 周杰不够圆滑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这样的消息愈演愈烈 甚至败坏了他的好名声 周杰因为这样的状况 对娱乐圈失望至极不再演戏 后来他也出声否认了当时强吻林心如的系列事情 在采访中讲出了自己对于舆论的看法 林心如在节目里面 我都看过那个节目 在节目里头被诱导 而且那样一个节目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调侃 大家是谁 观众是谁 一定要追问 在某一个夜晚 睡在一个帐篷 到底那个屁是谁放 有意义 退出娱乐圈的周杰 承包了几千亩地开始种水稻 他开启了自己五常大米的事业 隐居乡下庄园 产量不错 他也因此成为了隐形富豪 生活过得十分惬意 第六位 文章 他曾经出演过许多家喻户晓的影视作品 比如奋斗 小爸爸等家庭伦理剧 网友都对他实力拍的演技大为称赞 后来他与著名演员马依丽结为夫妻 也受到了网友的祝福 在当时 马依丽的名声远大于文章 结婚后 借着妻子的资源 事业一路攀升 甚至能够任李连杰当干爹 可是后来 接二连三的黑料爆出 让他名声近毁 刚开始 一些记者朋友吐槽他 采访耍大牌 目中无人 这样的说法 也不是无迹可循 文章采访中就曾说过 小时候父母管教严厉 自己十分叛逆厌学 他一度成为周边邻居 教育自家孩子的反面教材 成年后的他 更加重了这样的嚣张气焰 刚开始 马依丽站出来否认了这一传闻 还称称相信自己的老公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第二年媒体直接爆出 两人出轨照片 直接垂直了这件事情 马依丽依旧选择原谅丈夫 继续婚姻 但是网友并不打算原谅文章 他便从受人喜爱的演员 变成人人喊打的渣男 他也尝试着拍一些电视剧 可是发现资源大不如前 在2019年 两人终于宣布离婚之后 文章的演艺事业 直接跌落低谷 近期被媒体拍到 文章穿着朴素 一拳一拐 明明才30多岁 状态却像个老年人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因为当时的错误 感到后悔 第五位 白百合 他曾经是演艺圈 十分被人看好的演员 凭借着沉浮 失恋33天等众多影视作品 斩获了许多奖项 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演技张力十足 被网友评价为治愈女王 网友发现 他早在爆火之前 就与一位音乐才子结婚 一般艺人 为了自己的发展 都会选择不结婚或者隐婚 白百合大方的承认 反而让网友佩服他的直爽 后来却曝光 他与一位男魔 在泰国亲密接触的照片 历史之间 他背上了出轨的骂名 令人讨厌 即使几天后 他的丈夫站出来声明 两人早已离婚 网友依然不买账 顺时间 白百合的青春人设崩塌 大众关注度 比起从前更是差远了 直到后来 他的丈夫被扒出 在之前就与一位女子交往 网友才反映过来 出轨的其实不是白百合 可是一旦形象崩塌 再建立起来 是很难的事情 即使这些年来 白百合陆陆续续 呈现了一些作品 但是大家再也看不到 以前的那份张力 第四位 翟天林 所谓言多必诗 原本出道二十余年 他凭借多部优秀作品 收获众多迷美 又是令网友钦佩的娱乐圈学怕 因为自己直播时的一句发问 被扣上学术造假的罪名 这件事情 源于吃瓜网友的好奇 一位网友意外在网上 翟天林在攻读北京电影学院 博士学位 认为娱乐圈 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十分不可思议 后来这件事情 传到粉丝那里 大家都等着欣赏偶像的论文 可是还没等到 翟天林已经获得该学位 网友纷纷跑到直播间下 问他的论文 能不能在知网上查到 可翟天林却根本不知道 知网是什么 大家都开始怀疑 他博士学位的真实性 对于这件事情 翟天林也没有做出满意的解释 因为他的这些操作 给学术圈带来了许多不好的影响 从此以后 对论文的管理制度更加严格 所以每到毕业季 翟天林都会遭全网谩骂 于是网上就流传这样一句话 没有人年年骂翟天林 但是年年都有人骂翟天林 他也从天之骄子 沦落到名誉扫地的骗子 第三位 陈冠希 他凭借经验的颜值 在当时火遍娱乐圈 脾帅不羁的形象 俘获许多少女的心 同时他在演技上面 也有着让人难以忽视的天赋 演艺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但是因为他太过花心爱玩 塑造了负面形象 成名后的他更加放飞自我 不仅被爆出与多名女性油染 还时常翘他人墙脚 直接上升到人品问题的他 口碑一落千丈 电罩门事件曝光之后 他宣布永久退出娱乐圈 第二位 杨玉莹 他凭借着甜美嗓音和青春外表 获得了内地第一玉女的称号 顿时杨玉莹名声大噪 可就在最火的那年 他却宣布暂时退出娱乐圈 当人们都好奇 这位田哥天后去干嘛的时候 突然扒出他与自己 小一岁的富豪之间的爱恨纠缠 由于自己男友红楼事件爆发 他也成为大家心中 红楼主角的怀疑对象 由此之后 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对他的谩骂 这段感情给杨玉莹 贴上了不简点的标签 形象受损后 他慢慢淡出了观众的视线 在娱乐圈消失数年后的杨玉莹 至今未嫁 他靠着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试图恢复自己的人气 第一位蒋进夫 他曾经是公司力捧的小仙肉 由于帅气出色的外表 一出道就迎来了巅峰时刻 出演饶雪曼的左耳受到大家关注 后来成为轩辕剑天之狠主角 与胡歌刘诗诗等大咖大戏 其他剧就算不是主角 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可以说当时他的资源好的没话说 在观众看来 他综艺中呈现的形象是温柔体贴 含蓄害羞的大男孩 可是接二连三的丑闻 爆出颠覆网友的想象 前后有两任女友都爆出自己受伤的照片 证实蒋进夫有家暴倾向 网友纷纷心疼这两位女孩 并鼓励他们离蒋进夫远一点 后来蒋进夫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之后又与唐人公司解约的事情 让他的视野再也没有波浪 无稽可拍的蒋进夫消失在大众视野 后来在社交平台上直播的他满脸褶子 再也没有当初的气质 被网友追问做什么工作 他则回应再送外卖 这样的消息愈演愈烈 后来他也出声否认了 别人晒夫机照会收获众多粉丝 而他发出来会遭到更多唾骂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也因此葬送了自己的事业 如此大的落差都是他咎由自取 原本重型捧月的公众人物 却因一些过失 放弃唾手可得的发展机会 从此名声扫地 不知大家对他们的行为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